那另外我要再請市長一點 坦白講我每天看中央跟地方那個下午的記者會 看得我實在自己都覺得有點累 每天為了一個案子兩個案子在這邊講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對我們國家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政治人物應該要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我們整體國家的防疫政策的核心是什麼 這個核心其實只有兩個而已 第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的核心政策到底是要防確診 還是要防重症死亡 其實就是這兩個問題而已 那你覺得中央現在到底在幹什麼 他到底是在防確診還是在防重症死亡 你看不出來 我也看不出來 疫苗接種的方式我也看不出來 所以我希望一點就是這件事情 台北市可以來做一個決斷 疫苗接種的順序其實就是我剛才講的這個重點 如果我們認為說未來病毒是新常態 我們沒有辦法犧牲這麼多的經濟 去防堵確診這件事情 那我們的疫苗接種是不是就還是要回歸到什麼 以長者跟容易死亡的這些範圍為主 我們的接種政策就應該要調整 所以這件事情我請市長好好的思考清楚 然後跟中央大家趕快討論出一個結論 好不好 好 謝謝時間正題 好 謝謝時間正題 謝謝